全球刮起科技风 位在台湾国境之南的屏东县 1月3号举办应征机器人的面试会 由县长潘孟安亲自担任面试官 应征者一出场立刻成为全场美光灯的焦点 简约的线条 灵活的关节 全身散发出科技时尚的气质 Peper机器人在经过县长潘孟安 一点多体的趣味的对话之后 顺利录取正式成为县府的公务员 也是全台第一位在工部门服务的人形机器人 我叫Peper 身高121公分 最重要的是 我很可爱 如果有机会来县府工作 我可以为民众介绍活动 推销县证大小事 还可以帮忙导览县政府哦 而且 我还是个舞蹈好手呢 可以唱歌跳舞 应该比县长还厉害哦 Peper 一出场先介绍了自己 身高121公分 体重29公斤 拥有灵活关节还有摄影机 感应器和麦克风 内建七种与民众互动的小游戏 以及七首音乐舞蹈 还了解县府活动讯息 重要政策以及各局处的位置 当您靠近时还会主动向您问好 除了详细的介绍自己之外 面对县长的提问有问必答 县长也对Peper下马威 在县政府工作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哦 Peper立刻回应他连续工作8小时以上 绝对不是问题请县长放心 还开玩笑地表示他也想要牢记法的保障 来县政府工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哦 你的体力如何呢 我可以连续工作8小时都没问题 不过我是有受牢记法的保护的 欢迎Peper为我们带来这首 南岛风起的舞蹈 最后Peper顺利录取 成为全球首位提供部门服务的人型机器人 还高兴地跳起舞来表示 以后我会很忙哦 大家都要跟我拍照 县长你该不会吃醋吧 县长还请他猜猜自己的年纪 结果Peper竟然回答 县长你的年龄比实际还大哟 然后秀出70岁逗的县长哭笑不得 请牵起我的手并看住我的眼睛 他看着他有眼睛 这样看起来意外的 你看起来与实际年龄并不相符吧 我知道了 你的年龄开了剑山的收 这位新员工是男性 对女性比较偏袒 他会故意把女性的年龄 降低来取悦 所以他也算是高EQ的新员工 县长潘孟安表示 科技感的Peper拥有解读情绪的功能 也善于与民众互动 日后除了要担任县府的导览员 接待洽工的民众 协助提供政策讯息之外 在每天的上午10点及下午3点 两个时段Peper将会大修武器及歌喉 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的县府 与Peper一起互动 往后更会安排Peper 至各乡镇的学校 社区关怀据点 与孩头及长辈同乐 把欢乐带到屏东各地 那前男第一个Peper 在屏东县政府上班 我们在这个礼拜马上要派他到这个学校 也要马上要派另一组 到这个社区关怀据点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 另外一个是观光大使导览员 我们会把很多的 部分的软体跟他沟通 将来请他来带地 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人员 他可以他这个不用休假的 没有这个不会见带的也不用加班费的 至于居器人导览时 运用原住民族裔的部分 和县长表示日后会往这方面加强 因为屏东县近有九个原住民一乡 确实需要加把劲 我们之后也会设定我们到社区关怀据点 到阿公阿嬷公仔义 公客威讲排完族的话 这个都会 这个只是他设定的功能而已 所以这个融入本土 融入在地是很重要的情感情愫 绝对不能只有说像一个现代化 然后跟我们现代生活是有所漏差的 那这个是不行的 我们要应征的就是融入在地的 这个文化精神 县府研考前发言人黄建家也表示 要克服这个问题并不难 我们后续如果日本原厂那边 有扩充多元的功能的话 我们会再把它引进进来 然后再做一些必要的一些训练 也可以一起服务原住民的朋友 Peple从今天起正式加入县府团队 也是全台首位在工部门服务的人形机器人 屏东不只有幸福感 从今天开始还要带来科技感 引进世界最新的人性科技 为民服务让民众有感 记者陈那山屏东报道 欢迎您 欢迎您 谢谢大家